来 给你买了个小礼物 你看看 喜欢吗 真漂亮 谢谢你啊 好看吗 好看 真水 你就是杨子清吧 终于见到真人了 他是谁啊 我是谁啊 就我一粉丝 怎么甩都甩不掉 说什么呢你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甭理他 想吃什么 随便点啊 服务员 王长水 你什么意思啊 我跟我女朋友约会呢 你大呼小叫干什么 想看你就看 别吭声 肚子饿了的话呢 自己点盘菜 别显得那么没素质 你以为你这样 我就没辙了是吗 我告诉你 像他这种人 我一看就明白 外地的吧 冲着你的房子来的 别傻了你 他冲我什么我都愿意 紫情温柔善良 听话懂事 我就喜欢这样的女孩 为她付出什么我都值 这吹什么牛啊 你有什么可付出的 把自己说得跟富翁一样 不就几十块钱一破头花嘛 骗小姑娘 你还真上那当啊 这头花我非常喜欢 哪怕是几块钱我也不挑 只要是长水送的 路上捡个石头给我 我都开心 你是长水的前妻吧 你知道她离婚了 知道啊 我一直很好奇你长什么样 她就是不给我看你们的照片 没想到这样和你见面 我非常奇怪 我们约会 你为什么参加啊 小妖一套你挺行的 不像看上去那么简单啊 既然已经把话挑明了 我也说开了 她四十岁 你才二十二 这么大的差距 傻子都知道你为什么跟她 别缠着人家了 纳姨你正好说反了 是我追的子清 闭嘴 没问你 杨子清我告诉你 王长水追你 是为了弃我 她爱我爱了已经十几年了 到现在都放不下 你还不知道吧 一会儿跟你约会完了 她就会去我那儿 我们每天晚上都在一起 我知道啊 她知道 我从来不瞒她呢 这正是我喜欢她的地方 非常真实 从不骗我 那个时候 你被一个贪污犯给骗了 听说被判了好多年 她是为了帮你安慰你 才去你家的 但从来没有碰过你 而且很快就搬出来了 我说得没错吧 我知道你的事情以后 非常惊讶 你这么大年纪 这么聪明 居然还上那种当 我比你小多了 我都不会被那样的男人 你给我闭嘴 你给我闭嘴 装什么装 娜姨 娜姨 我们已经结束了 该为你做的 我已经做到人至一尽了 我现在开始有新的生活 希望你不要再纠缠我了 好吗 真是太气人了 我真想不明白 他们两个为什么合伙来羞辱我呀 那女孩一口一个长水长水的叫声 我还叫她老王呢 她凭什么叫长水呀 真行 她还指着我的鼻子说 你这么大岁数了 还尚能受骗呢 你真傻 她有什么资格来教训我呀 十几年的夫妻底部 这十几天认识的小姑娘 这王长水太绝情了 太过分了 我最生气呢 你为什么不来安慰我 坐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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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 来 来 先坐会儿吧 你溜达半天 阿姨啊 人家两个人正甜蜜着呢 你是拆不开的 我觉得你现在去找人家吧 基本上属于自取其辱 我忍不住 我就是想不通 那女孩除了年轻 哪点比我强 又没钱 身材也差 要前面没前面 要后面没后面 要哪儿没哪儿 简直就是一大木板 王长水跟我说过啊 她就喜欢我这样S型的 S型 知道吗 怎么一日起小姑娘 连性取向都变了 什么什么 怎么性取向都出来了 人家杨子清也是女的 好不好 对 就算人家再不如你 就一点 年轻 就这一点你拼得过人家吗 你是我姐妹吗 姚姚你这么说的吗 我就忍不下这口气 凭什么一二十岁的姑娘 你想把我打得落花流水 我输得那么残 你还这么说 我跟你讲 杨子清这姑娘 绝对不简单 老王迟早在她手里 老王已经栽在你手里 好不好啊 你现在不要考虑他们了 你要学会放手 你现在应该考虑的是 如何给自己的未来 找到归宿 对不对 行 那我的后半生 就交你们手里了 你们必须把身边 所有单身的好男人 全交给我 听见没有 我的全是我的 我的我的 都是我的 这个真没有 没有没有 就别劝我 我跟你们说 太恶心了 老王今天也不知道在哪儿 可能街边吧 买了一什么破头花给那女孩 那女孩居然说 只要是长水送的 再便宜我都喜欢 我身上的小米啊 掉了一滴又一滴又一滴 饶了我吧 吃完了您走 慢走啊 来了您 您往里边走 来来来来 倒倒倒倒倒 倒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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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倒 往往后倒倒倒倒倒 倒走走走 倒倒倒倒倒倒倒 姑娘姑娘 快边 往边上站 往边上站别碰着啊 您来吃饭了 您往里走 爷爷 您是这儿的吧 对啊 吃完饭了 慢走 我想来应聘 你应聘的 那走跟我走吧 这娜姨都魔障了 总先让我和安娜给她介绍 我介绍不行 我实在都没招了 要不 你给她介绍一个什么人 娜姨已经失去理智了 有何事得不敢介绍 这要介绍完了 谁知道她闹出什么妖蛾子了 主要这个事是这样的 其实呢 你是在帮王长水 你想想 娜姨的问题不解决 王长水是不会幸福的 对不对 你还是想想吧 你那肯定有合适的人选 有倒是有一个 不知道合适不合适 单身三年 丈夫呢 绝对属于好丈夫 但是 不知道娜姨会不会喜欢 那不一定 没准她俩就有缘分呢 咱们俩呢 把她们约在一起 介绍完了咱们就走 行不行 让她们俩自己聊 要不娜姨那我过不去啊 那丧我的行不行 行 还有个孩子 也行 那行吗 唐黄跟我说 您爱人去世三年了 您都没有再长了 是 我心里一直过不去这个坎 所以 就没在想再婚的事 那你们俩感情肯定特好吧 特别好 我们小学就是同桌 中学也是 后来到了高中我们就分开了 没想到 后来我们还是走到了一起 缘分特别好 我们从相恋一直到结婚 从来都没红过脸 从来都没有 可是我怎么也没有想到 对不起 没事 其实那天 我们是去郊外采草莓 我们每人采了一大兜 非常高兴 在回来的路上 她看见路边有一片花 非常美 她说要去路边拍照 我说好啊 可就在这个时候 马路上突然来了一个大货车 开一下就过来了 啪就把她给撞到 她就飞到好远的地方 撞碎出去十几米 我都想啥了 我想过去把她抱起来 我想去救她 可是那个卡车她并没有停 从她身上卡一下孩子 太惨了 太惨了 谢谢 亲爱啊 我抱着她 就躺在我怀里 拉着我的手跟我说 为了我们的儿子 找一个好女人 当她的后妈 找一个好女人 服务员 再拿点纸巾 好了 我实在忘不了当时的情形 实在忘不了 她在我怀里 一点一点的 人就凉了 人就凉了 一个活生生的人就没了 我忘不了 我忘不了啊 我忘不了啊 我忘了 好了不哭了啊 都过去了 好吗 要不是为了她临终前那句话 要不是为了我儿子 我才不会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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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后来 姐 你是谁啊 我爸来的 你忘了 什么事啊 你是来相亲的吧 那男的也太不靠谱了 我听着直起鸡皮疙瘩 你怎么偷听啊 我不是故意的 那小子哭声也太大了 谁都能听得到 是吧 你们所有人都听见了 是啊 那男的脑子有病 相亲是说这个 姐 你还回去啊 那我也得跟她打个招呼啊 就甭管了 我打扶她走 我就说 我就说你有急事先走了 行 后面走 后边有个门 好 谢谢了啊 拜托啊 没事 你们到底给我介绍的是什么人呀 一晚上都要说她那个 车祸的老婆怎么死的 又是血肉模糊 又是骨头断裂的 吓死人了 而且还说她心里装不下别人 装不下别人 他相什么心啊 这明明就是给她儿子找后妈 根本就不是找老婆 她都跟你说这些了 这个男的 怎么这么不靠谱啊 老唐怎么把这个人介绍给你 我回头骂骂她啊 你别生气啊 你别替她解释了 也不知道她怎么了 你说我们这么好的朋友 她给我干这事 她是不是想让我在那个王长水面前丢人啊 唐鹏一定是好心啊 你你别这么想 我上她借了啊 就这样 唐鹏 你来 怎么了 你介绍这是什么人啊 上来就跟娜姨说 什么自己老婆怎么死的 血肉模糊 又说是给孩子找一后妈 有她这么相亲的吗 这老黄怎么又说这一段啊 这是我们都听了好几回来 跟祥林嫂似的 确实挺吓人的 我都叮嘱了她别说这事 她又说了是吧 真是 娜姨是个心气高的人 你不是不知道 不是随随便便给她找一个人 就能把她打发了 你怎么把这样的人介绍来呢 那我这方面也没经验 我以为相亲就就这么一套呢 你看我说了他们俩不合适 你非逼着我介绍 你现在赖到我身上来 我不是赖在你身上 那你得介绍一个差不多的吧 不能介绍这么一个不靠谱的人 是是是 我 我我说了不行 你非说 娜姨这回不要求条件了 只要是个男的就行 那老黄是个男的对吧 然后那介绍完了 你就说不靠谱 这不自相矛盾吗 行行行 我不掏你这浑水了 以后你自己给她介绍了 那也不能非黑即白啊 喂 喂 谁啊 喂 姐 我是阿峰啊 我不认识啊 你打错了吧 你刚在当天时候 是我帮了你 你是那调酒师吧 你怎么有我电话的 我从桌子上看到你那谜片了 找我什么事啊 你披肩落在这儿了 你在哪儿呢 我给你送过来吧 算了我自己过去拿吧 好 谢谢啊 谢谢了啊 不客气 换了衣服就是不一样了 你是下班了吗 下了 是不是要跟女朋友约会去 我没女朋友了 要没事的话 跟姐到旁边喝一杯去 行啊 你怎么问那男的呢 直接了道没 我就说 黄先生啊 您就回家哭去吧 那位美女 已经被您给吓跑了 你真懂 姐 你这么漂亮还有相亲啊 男人还不得排着队来追你啊 小屁还是懂个屁呀 男人都喜欢小的 不喜欢我这种老太婆 你一点都不老 看着也就二十五岁 二十八 二十八 三十六啊 看着不像吧 你肯定骗我的 你绝对没超过三十 我骗你干吗呀 你呢 多大 五十六啊 这个年纪 我是回不去了 干吗回去啊 那些小姑娘 其实没什么意思 只有像你这样的成熟女人 才有魅力 你不会是想追我吧 还不好意思了 姐跟你开玩笑的啊 别怕 行 你自己在这玩吧 我得回去休息吧 姐 不管你比我大多少 我是男人 我请你喝 收回去 笑 还挺仗义的 行 姐 你别着急走呗 我都陪你半天了 你再陪我待会呗 鲁宾迅 你都在眨眼 空气很上天 鲁宾迅 漂流到荒岛之后 由于他害怕自己忘记了怎么说话 所以啊 他每天 妈妈你说话还会忘啊 当然了 很多功能如果你不用的话 都会忘记的 比如说 妈妈什么事啊 妈妈什么事啊 刘姐 太太 老公 你去弄孩子吧 好好好 怎么回事 又喝这么大 快快快 你又愁闲闲闲了 老公 我去给你倒水啊 安娜 在这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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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娜 我不疼了 我不疼了 什么 全都陪了 全都陪了 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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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张总 我是夏总的太太 我想问问你公司最近 到底怎么回事啊 你是公司的副总 你怎么会不清楚啊 你不要再问了 老公你醒了 我叮嘱过公司所有的人 对谁也不要说出实情 我怕没时间处理那些烂账 那你跟我倒是说说呀 到底是怎么回事吗 这公司一直运转得挺好的 怎么说不行就不行了呢 好不好你怎么知道啊 人民币升职以后 海外贸易就很难做了 总是赔钱 前一阵一个朋友 拉我做贵金属期货 结果爆了仓 我现在是身无分文了 你知道吗 赔钱 就赔钱呗 我们还有工厂 还有公司 我们还能翻身呢 全都跟银行做着抵押贷款呢 现在还欠着好几处货款没结 有几家要告我呢知道吗 那怎么办呢 没办法了 我现在非常被动 我打算回台湾躲一阵 能躲得过吗 走一步看一步吧 安娜 我想跟你商量件事 什么事 咱们离婚吧 离婚 我可能不会再回来了 你明白吗 你不带着我一起走吗 我现在已经养活不起你们了 那孩子呢 三个孩子你都不要了 我当然要 那是我的亲骨肉 我怎么会不要呢 你能养得起三个孩子 你在乎多我一个吗 我能工作我也能挣钱 我们怎么就过不下去了 安娜 你现在继续跟着我有什么好啊 我现在除了一身债 身无分文 趁着现在事情 还没有完全暴露 赶紧离婚 兴趣还能给你留点东西 知道吗 否则法院债主一上门 所有的资产账目 都要被查封 你甚至连住的地方 都可能没有了 你想想哪个结果更好啊 当然这事对你来说 有点突然 我知道你有点懵 没关系 我给你时间考虑 老公 安娜 我得先离开几天 处理一些债务纠纷 到时候我的律师会来找你 你就按照他的要求 签字就行了 签字 签离婚姻协议吗 要不你再想想 等我回来咱们再商量 我先回公司一趟 回来再说 好 进来 林宫有人找 安娜你怎么来了 那天 我们家 出大事了 苏总 领导 你又拿我开玩笑 有个事啊 麻烦你一下 这是我一个朋友的公司 出点问题 我查了一下 他咱们之前帮他做过评估 能不能掉他财务出来我瞅瞅 行 没问题 这张报表是年初的时候做的 从账面上看好像看不出什么问题 但具体的情况要看他们公司的经营了 你跟他们财务有联系吗 还有联系 能联系是吗 那这儿 你跟他财务联系一下 了解一下他具体情况 好 他说得对 离婚是对我最有利的 要是不离婚 他的所有的债务 我都得跟他共同承担 家里的所有资产都得被查封 要是在查封前离婚 多少我还能留下点东西 多少还能把房子保住 可是孩子怎么办 这实在是太突然了 我一点精神准备都没有 你知道吗 你先别那么难受 让我想想啊 这事是挺棘手的 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但是不管怎么样 我觉得你应该找个律师 咨询一下 这样 我们公司的法律过问在 我把他请过来 你跟他聊聊好不好 好 别着急啊 那怎么那么累啊 找个老公吧 就是为了过好日子 没想到录到现在这个下场 你有没有什么办法 可以帮帮他呢 我已经托人打听了 打听夏宁波公司的事 不管真是破了产 离了也好 是吧 没感情了 何必跟着一块受罪呢 就是可怜这三个孩子 真是 这孩子可怜 来来来来 给你 带 喂 喂 领导 我大致地已经了解过了 夏宁波的公司 所谓的破产 应该是有问题的 他好像是恶意骗贷 并且透露了巨额的税款 有关方面已经开始查了 就是说他 他破产的事可能是假的是吧 很有可能 他应该已经把大笔的资金 转回了台湾 造成了一个破产的假象 逃避责任 这件事应该已经暗地里 操作了很久 但是最近才没发现 行 我知道了 好 谢谢啊 咱赶紧去安娜家 怎么了 这夏宁波把他给骗了 老师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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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老师 老师再见 夏天丁怎么没跟同学们 一起排队出来啊 上午第二节课的时候 他父亲把他接走了 他父亲把他接走了 没说什么事吗 这个我不太清楚 就说家里有急事 必须得接走 好 谢谢啊 好 没事 您好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对不起 嗨 拜拜 张老师 嗨 我来接当当 当当 当当早就被他爸爸接走了 你是上午被接走的吗 对呀 好像是九点多吧 安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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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唐 你怎么才回来 我们等你半天了 怎么开机啊 我手机没电了 怎么了 我跟你说啊 那夏天丁波破产的事查出来 是您说的破产的事 我刚才去幼儿园了 他把两个孩子都接走了 手机也不开机 公司也没人知道他下落 你们说他到底想干什么呀他 怎么会这样啊 他是孩子的父亲 接儿子去哪儿都是合情合理的 这个我们无法处理 可是这么长时间了 我一点信都没有 多久了 从早晨到现在 这有十来个小时了吧 您有点太紧张了 就算报失踪也要四十八小时以后 您先回家等着吧 也许不久会有消息的 警察先生 您听我跟您说 我们家的情况我了解 这肯定是不正常的 所以我现在再请您帮助我 我们办案是有规定的 您的情况不符合程序 抱歉 警察 警察怎么说 怎么说 他们不管 他们说我们是一家人 而且时间不够立案的 说如果明天孩子再不回来 让我后天再来 怎么办呢林军 你说夏天丁会把孩子带哪儿去啊 夏天丁会有没有其他的广场 我们去找找他 对 我不知道 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现在今天好乱啊 我还怕死了怎么办 你先别哭好吗 你哭现在解决会有问题 稳定点情绪 咱先回去把萌萌照顾好 好吧 再想法子 对 先看看萌萌去 回家商量 别走 别说啊 来了 来 曹律师 你好 我收夏总的里头来跟你谈点事情 曹律师 老夏怎么了 两天了 家里一点信都没有 我简直急死了 到底出什么事了 夏总已经带领了儿子回台湾了 什么 他怎么可以这样 他不结果我同意 就把我儿子带到台湾去 他什么意思他 就是不想跟你纠缠的意思 这是他让我起草了离婚协议 请你过目 两个儿子归他 女儿妈妈归你 这不公平 我不会签字的 你让他别做梦了 我不答应 事宜至此 还请你冷静一点 这位是赵总 是来跟你谈别墅交接事项的 什么意思啊 夏宁国欠我公司一千多元的债务 所以 他把别墅抵押给我们了 这个 是签过字的抵押合同 从现在起 除了你的私人物品外 这房子以及里边的一切 都归我公司所有 后边的公正书 都是原件 他太狠了 他要把我往死里扁 我很能理解你的心情 不过 现在这个情形 夏总理没办法 他也没有想到自己会破产 他是骗人的他 我有朋友在会计师事务所 早就把他调查清楚了 他早就把他的资产全部转移了 这是故意跟我吓的套 当我不知道呢 我也要找律师 我要找律师告夏宁国 这房子 我不会让 那是你们夫妻间的事 与我不关 这份抵押合同是合法的 给你三十个小时 在这三十小时之内 你有权利 把属于你的私人物品 从这里带走 但是 那些所谓的私人物品 必须经过我过目 否则 不得带出这个大门 太无耻了 太混蛋了 他怎么能这么害我 他简直不是人 我 我什么都没有了 你知道吗 我跟蒙蒙怎么办 蒙蒙怎么办 我现在 我简直想杀了他 你知道吗 满心下来一下 不是 不是 咱告他 告他 一定给你讨个公道 好不好 我上哪儿告他 他都好到台湾去了 带着我的儿子 我知道你心里难受 你发泄一下 但是呢 一会儿萌萌回来 你还是得忍一下 她太小了 睡了这样子打气的 回来啊萌萌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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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你怎么了 妈妈别哭 妈妈 妈妈别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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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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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可怎么办 你说她能找得到律师 妈妈打拟关系啊 这事真不好说 夏宁波老奸巨华 早把后路准备好 下手还真快 安娜一点没察觉 现在看他们公司 清算财务的时候 怎么找点钱出来给她 好在还没离婚 有这权利 我现在最担心的是 她的精神状况 你看一下子突然发生 这么大的事情 没有钱了 就一个女儿 那两个孩子 还不知道怎么办呢 你说她以后可怎么办呢 那没办法 你先慢慢缓着呗 妈 你又哭了 妈妈 妈妈是觉得对不起你 对不起你跟弟弟们 让你们跟着受罪 是妈的错 妈 能让她把弟弟们送回来吗 我想丁丁和他们 妈也想他们 快 没事了 睡觉 快 没事了 睡觉 一哥 好 上海那边刚刚发来的传真 咱们的设计通过了 他们明天就飞过来签合同了 太棒了 思思 这是你挑大梁的第一个项目 祝贺你啊 是您教导得好 有几处设计 多亏了您的画龙点睛 我以后可真的向您学习啊 我的经验肯定是多一些 不过还是你自己努力的结果 来 坐 喝点东西 来 怎么样啊 最近把你累坏了 你一个人的生活还好吗 还 还好吧 每天一个人吃一个人睡 有时候我想 我要是不那么热爱这行 不那么想实现理想 就好了 你老公是不是觉得 你只顾师爷 不顾家 他受不了了 也很难进的 反正现在项目也完成了 我就跟您说实话吧 您是为了孩子 推掉了许多工作 我呢 是为了怕完不成这个工作 打掉了孩子 你说什么 你当时怀孕了 思思 这事你怎么不告诉我一声呢 如果你告诉我 我肯定不会让你把孩子拿掉的 项目再重要 哪比得上孩子啊 我是想 把事业的基础打得再好一点 再说 养孩子也需要经济储备啊 拿了这个设计 我的房款就够了 那时候再踏踏实实声 可是老公不同意 整天跟我吵架 最后他宁不过我 他非常伤心 你倒是真的应该告诉我 你告诉我了 我仍然会把这个项目交给你做 但我不会把担子全压在你身上 我至少可以帮你分担一半的压力 你就不用付出这么大的代价了 都已经过去了 完成这个项目以后 我就有钱买房了 就是 一起住的人 不是做女人容易吗 当职业女性独自打拼不保险 当一个全职太太相夫教子也不保险 那我们怎么办呢 保不保险的呀 不是看你做什么 关键还是看感情基础劳不劳固 你看像咱俩这样的一点事没有 那你爸爸去世的时候 你不是要跟我说要分手吗 那你怎么说 这不是哪年的事你还提呀 少什么快啊 我问你啊 如果我真的生不了孩子 你会不会不要我呀 我跟你说啊 我永远都不会离开你的真的 而且这个 女人的生理期吧 最起码五十岁是吧 你看你这我掐指一算的 还有十四年 这十四年我每天是吧 跟你们都努力了的 来了我 回来了吧 回来了吧 回来了 回来了 萌萌快去洗手 吃饭了啊 好 你怎么了 你也不高兴了 萌萌看出来多不好呀 我控制不了 我满脑子不去 你都全都是这些事 那你 我跟你俩说啊 我要去台湾 你去台湾干吗 我找向宁波去啊我 我要儿子呀 我不能就这么便宜他 对对对对 这事等我等我晚上 萌萌睡了咱们再商量吧 对对对对 萌萌你打水道啊出来啊 好 高兴点高兴点啊 让你们看着 到时候说话 我们都理解你的心情 但你还是要现实一点 是吧 目前她斗不过夏宁波 那她的地盘 而且她都设计好了 你这跑过去 别白跑一趟了 我就算要不回来 我也得试试吧我 我这夜之间 家儿子我全没了 凭什么呀 我把我十几年 最美好的青春 我全献给她 她把我害成这样 我肯定得告她 她到台湾跟她打官司 我让全世界人都知道 她有多卑鄙 那这个事情 你有多大把握呢 你现在 现在已经一无所有了 那拿什么打官司啊 我今天白天啊 趁你们上班的时候 上网查了一些 这样的案例 有这种情况 把孩子要回来的 再说我这些年 也有些积蓄 明天我就想 到典当行 把我那些不用的名牌手表啊 什么的 都先当了 应该差不多够了 你还是得留点吧 后边还过日子 是吧 你又不是一个人 还得养孩子 你这全花光了怎么行啊 是啊 还有萌萌呢 不至于这么惨吧我 想不了这么多了 实在不行我还有别的辙 我到他们那个什么立法机构 我到门口举牌我静坐去 我就不信我讨不回个公道 我知道你正在气头上 说什么也没用 不过有一点啊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我和唐鹏都是支持你的 这事儿 希望你想周全一点 对对 从长计议 我想了很久了 我决定了 就是萌萌 我实在没有别的办法 我得搁到你们家 这孩子特别乖 不会给你们添太多麻烦的 这没问题是吧 没问题咱们放心放心 我们也喜欢萌萌 到那边啊 赶快给我打个电话 报声平安 然后我跟唐鹏 准备了一点钱 带上了 干什么呀 你们能帮我带萌萌 真是帮我大忙了 我怎么能拿你们的钱呢 换点美金你当时用点手 出门在外 多带一点钱在身上安心吗 你用完可以拿回来的 谢谢你 你们俩 我回来一定还给你 你收拾 安娜 您说啊 你这回去呢 虽然决定了 要抱着一避上的绝心 把事搬传 但是接着一点 一定不要冲动 保好自己 到人生地不熟 人单失误了 别人一冲动 就是惹出什么祸 还有我们那边有朋友 真有点紧急的情况 赶紧给我们讨太好了 对 爸 你知道 宝儿 记着要听叔叔阿姨的话 知道吗 不许哭 妈妈跟你说的 你都记在心里 当个乖孩子 妈 你什么时候回来了 我还是办完事 我还就回来了 不许哭不许哭 妈 那个亲妈妈不要我 爸爸已经不要我了 萌萌 你别害怕 你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呢 你是妈妈身上 掉起来的肉 你知道吗 妈妈永远不会不要你 妈妈永远不会 知道吗 不许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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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哭了吗 不两天妈妈就回来了 好 萌萌 什么 男淡被她老公骗了 妈 你怎么找不告诉我呀 我给你打了两个变化 你都关机 我想啊 你被汪汤水吸得不嗆 估计就不愿意离我们了 算了 没告诉我 我早就跟她说 我这个心里想的男人 不是什么好东西 她就是不听 我已经替你在安娜那儿骂过了 你怎么样啊 还在拆人抢脚呢 我有病啊 拆谁啊 不拆了 想通了 通 这叫一通百通 我再也不会骚扰她了 我真心地祝福她跟小朋友 百年好合 操生贵子 太不正常了 你这晃晃悠悠的变化太大了 来 发生了什么事情 快说 你觉得呢 只有一种可能 你又有了新欢 聪明 还真是这样啊 快快快 快说 谁呀 从事招来快点 你根本不见到 过来 你对吧